大家好,我是Melody 提到鱿鱼游戏,相信大家就算没看完整部剧 怎样都会听过剧名 因为最近它实在太hit了 Hit到连我这些平时不太看韩剧的人 都忍不住去追 虽然鱿鱼游戏是韩剧 但由于它在Netflix上播放 大家可以用英文去看这部剧 亦有英文字幕的选项 其实大家只要在看剧的时候 多一点留意英文字幕 看看有没有自己不懂的字 又或者再做多一点 就是看到剧中某些场景 甚至背后引起的反思 都可以想想怎样用英文去表达 其实不知不觉间 看完一部剧 学到的英文也不少 这种学习方法的好处就是 看这些剧 尤其是这麽紧张刺激的剧 会有很多情绪起伏 当你可以将你的学习和情绪起伏作连结 整个学习过程是会有效率 和入脑很多 好 我都不说这麽多废话了 事不宜迟 我们一起入正题 看下怎样可以看剧学英文 其实就算不说出剧的内容 你只想形容出剧有多火爆 大家都可以想想用英文如何去形容 譬如刚刚在片头我说 鱿鱼游戏最近很刺激的 其实在英文里面 除了用Hit字去形容这些火爆的现象 大家也可以用Smash 例如你可以说 Scread game is such a smash Scread game is such a smash 又或者换个说法 你可以说 Scread game has gone viral across the globe Scread game has gone viral across the globe 即是说这个鱿鱼游戏是直卷全球的 其实大家看到viral这个字 应该可以联想到病毒的英文 就是virus 而在viral前面加一个膏 变成go viral 意思就是解病毒式传播 而当你自己看完剧 你想问外国朋友 你看了剧没有? 有没有熬夜煮剧? 熬夜煮剧的英文又应该怎样说呢? 其实大家不用想得这么复杂 在想如何翻译熬夜 如何翻译煮剧 然后拼在一起又是怎样呢? 其实英文中用简单一个phrase Binge watch Binge watch 就已经可以完美形容 熬夜煮剧这件事了 Binge这个字 本身除了解边缘之外 也可以形容一些极端的行为 所以当你想说自己很极端 为了看剧 不惜去熬夜 就可以说Binge watch 有时候我们说暴饮暴食 也都说Binge eat Binge eat 如果你的朋友是一个山洞人 他完全没有听过 没有看过鱿鱼游戏 在问你转头 Squid Game是什么? 是否真的一个游戏? 这个时候 你当然很想告诉他 爱出剧大致上的类型是怎样的 如果你想和朋友说 鱿鱼游戏 是以生存游戏为主题的节目 或者剧集 你可以说 Survival Game Themed Show Survival Game Themed Show 这些生存游戏的性质 多数都是很残酷 很血声 很嗜血的 英文就可以用 Brutal 又或者嗜血的 Bloodthirsty 去形容 而这些生存游戏的参与者 多数都是被社会变圆化的人 Marginalized members of society Marginalized members of society 又或者他们是属于低下阶层 They belong to the underprivileged class They belong to the underprivileged class 这些参加者 好多都是负债类类的 Heavily indebted 又或者你可以说 Facing immense debt 留意 Debt很多人都会读错 读成debt 其实B字在中间是不发音 所以是读debt 又或者再笼统一点 就要讲很缺钱 有财政困难的 就可以讲 They are financially burdened 例如男主角的处境 本身他是失业 和很难倒的 用英文去表达就是 Unemployed and addicted to gambling Unemployed and addicted to gambling 他们之所以会参加这些残忍的生存游戏 就是因为对现实生活已经感到绝望了 They feel desperate about life They feel desperate about life 又或者是 They feel devastated about life 这个时候 你朋友可能会再问 现在我知道 它是一个生存游戏 而参赛者的背景 多数都是很穷 很需要钱 但在这个游戏里面 实际上是要做些什么 才能令这部剧那么热爆呢 留意 这里开始会有少少的剧头 其实我不会讲到很深入 但如果大家真的很介意 就可以看完这部剧才来看我的影片 又或者如果你已经看完影片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鱿鱼游戏是要求那些参赛者 在六日里面玩六个所谓的童年游戏 但是这些童年游戏 你玩输了任何一个 你都会被淘汰 是会死的 如果你想简短地形容给你朋友听 你就可以说 They are deadly variations of childhood games 而刚刚提到淘汰 淘汰的英文就是 eliminate 如果你想讲这些被淘汰的参赛者 是会被执行死刑 你就可以说 The eliminated players will be executed The eliminated players will be executed 这件事当然是很残酷 但如果你可以在一个游戏行传 那些行传者 Survivor 他们是可以得到巨额奖金 而巨额奖金 英文大家可以这样说 Handsome cash price Handsome cash price Handsome cash price 没错 Handsome除了大家在幼稚园学的意思 说人们很英俊之外 其实也可以这样用 这个时候 你那个住在山顿的朋友 可能又又又走来问你 那六个所谓的 改篇版童年游戏是怎么玩的呢 又是啦 这里会有少少的剧头 但是我也是很轻描淡写的 我每个游戏都只会说名字的英文 还有说几个我觉得对大家有帮助的phrases 第一个游戏 一二三木头人 其实这个英文是很容易知道 因为第一个episode 已经是拿了它来做一个集名 就是red light green light 其实应该是类似我们中文里面 讲的狐狸先生的多少点 大家小时候是不是叫他做狐狸先生的多少点 我担心和大家有代购 总之那个游戏转过头来的时候 就是红灯 在红灯期间你就不能动 而游戏背对你的时候就是绿灯 这个时候你就要尽快向前动 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要跨过中点前 在限时之前 cross the finish line cross the finish line 而那些游戏的参赛者 因为是第一关 他们都没有想到原来的后果是这么严重 是会拿了他们的命 所以他们很多都被杀过 操守不及 caught off guard caught off guard 而第二个游戏 中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 英文就是honeycomb canny honeycomb canny 又或者是sugar honeycomb sugar honeycomb 那些参赛者就被要求在10分钟之内 用一支针 就在那个糖饼上面刻画出不同的图案 那些图案呢 就有意有难 那男主角就选了一个最难的图案 好了 这里我就不再剧透多一点了 那用英文说就是 they have to cut a shape out of the honeycomb using a needle they have to cut a shape out of the honeycomb using a needle 如果在过程当中 糖饼是离开了 那参赛者就会被淘汰 那裂开的英文就是crack crack crack 虽然男主角是选了最难的图案 个个都以为他死硬 但是最后他就急中心志 他是可以跳出框框去思考 跳出框框思考 我们可以说 think out of the box think out of the box 而第三个游戏呢 就是拔河 那相信拔河是怎么玩呢 都不用我多解释 那他的英文就是 tuck of war tuck of war 大家都觉得拔河是一个純巧体力的游戏 physical gain physical gain 又或者是test of strength test of strength 就是拆体力 但是故事的结果给我们听 原来经验和智慧是同等重要的 experience and intelligence experience and intelligence 男主角那一队 大家都觉得他们会输 因为整个人都是脑弱残兵 但是最后他们就是靠 改变游戏结果的策略 赢了游戏 the game changing strategy the game changing strategy 看到这里提提大家 我的channel主要是分享GSE 和IELTS的读书心得 考试技巧 有时候都会分享英文小知识 或者坐在这里和大家聊天 如果不想错过我之后分享的精彩内容 就记住订阅我的channel 开完的来个小钟 我下次一出新片你就不会错过了 而第四个游戏就是弹珠游戏 弹珠的英文是marbles 这个游戏没有什么规则可言 但是要求两个人是组队 pair up 每批人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 可以任意选择用弹珠去玩游戏 play a marble game of their own choice play a marble game of their own choice of their own choice 就可以自行选择 每个人都以为和另一个人组队 就好像在白河中互相合作 所以很多都是选择了一些比较强的对手 又或者是自己的朋友 后来他们才发现主办方 是要他们两个人对战 play against each other play against each other 而很多队的参赛者 都是选择玩单数双数 Oughts or events Oughts or events 而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个游戏是纯靠运气的 blind luck blind luck 而第五个游戏就是玻璃桥 glass bridge glass bridge 其实所谓的玻璃桥 是由两排的玻璃面板 glass panel 去组成的 这些面板有一些是普通玻璃 regular glass regular glass regular glass 或者是normal glass normal glass normal glass 而另外一些可以成在人重量的糖化玻璃 tempered glass tempered glass tempered glass 而普通玻璃本身是很易碎的 brittle brittle 所以一踩了这些普通玻璃 就会踩水 跌下去 然后就死了 而去到最后一个游戏 第六个游戏 就是剧名 魷魚游戏 Squid Game 我就不打算在这里讲个详细的规则 基本上他就有一个攻方一个首方 攻方的英文就是attacker attacker 又或者是offender offender 而首方的英文就是defender defender 由于去到最后一个游戏的时候 就只剩下男主角和他儿时的好朋友 所以就是一个一对一对战来的 one on one match one on one match 而主板单位也说他们是可以使用暴力的 violence is allowed violence is allowed violence is allowed 攻方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踩下鱿鱼的头部 tap the squid's head tap the squid's head 而首方的目的就是将攻方推出鱿鱼的解线 push the offender out of the boundaries push the offender out of the boundaries 听到这里 我想游戏的结局都应该挺容易猜到 而我这段片的目的就不是剧透的 所以就不多说下去了 而这个时候你那个住在山洞的朋友 终于搞清楚出剧大致上是说些什么 那六个所谓的改篇版 血腥童年游戏也是什么 他就会问你 为出剧背后有什么心意 有什么值得我们反思呢 如果你不想被问到口咬咬 那就要看下去了 讲到这些生存游戏 大家第一样联想到的东西 就是它会揭露人性的阴暗面 在英文里面 人性的阴暗面 就可以用underbelly underbelly去形容 这个很容易记得 因为underbelly 就是解决动物的下腹部 就是全身最脆弱的地方 所以后来就引申为人的阴暗面 所以你就可以跟你的朋友讲 Squid game is exposing the murky underbelly of humanity underbelly 或者你不想讲得那么隐悔 讲得简单点 黑暗的一面 或者丑恶的一面 你就可以说 The semi-side Squid game is revealing the semi-side of humanity Squid game is revealing the semi-side of humanity 其实在整部剧当中我们见到 很多的参赛者 无论在日常生活 欠得多善良也好 去到生死关头 他们为了赢 为了拿多些钱 他们都会用一些骂诈招 骂诈招的英文怎么说呢 没错 就是play filthy tricks play filthy tricks 甚至他们有些是不惜背叛朋友 背叛的英文是betray 是动词 如果你想形容背叛为一个名词 你就可以用betrayal 有些观众就可能觉得 这些参赛者很邪恶 邪恶除了用evil之外 也可以说他们是conniving 又或者是ficious 你笼统一点形容 都可以说整个游戏 就是测试人性是不是本善的 Test of humanity's innate goodness Test of humanity's innate goodness Innate 就是天生的意思 就是人性本善的概念 其实除了一些参赛者 丑陋的一面之外 整齐剧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整个游戏游戏 都是由一帮有钱人想出来 他们的乐趣就是看着 那些穷人互相残杀 那怎么去说这些有钱的观众 或者有钱的赞助人呢 那就是wealthy spectators wealthy spectators 或者赞助人就是patrons 那这些有钱人 全部都坐在一些很华丽 很奢华的房子里面 就在看着那些人互相施杀 他们觉得是一种娱乐 They are entertained in a laughish room 那很多观众都会觉得 这件事是一个不道德的娱乐追求 Inmoral pursuit of entertainment 我们也可以为一些变态观众 是没有同情心 A pathetic 而相反地 其实男主角 虽然本身是一个很耐弱的人 但是他在游戏 也展现了他有时候 他有同情心的 Empathetic Empathetic 就是A pathetic 的Antonome 的反语词 相信对这出剧的反思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作为一个挑战 就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用英文告诉我 你看完这出剧 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也很想知道 不同的人对出剧 有什么不同的辞入点 或者不同的反思 看法 其实老实跟大家说 我拍这段影片 是很闯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平时我的工作 都是比较忙 所以看剧本身 已经是一种奢侈 更何况是 看完剧之后 还要出一段影片去说 但是后来我就会觉得 它是一出热播剧 大家对这出剧的印象 都会比较深刻 好像片头所说 我觉得如果可以把学习的内容 跟这些深刻的印象之间 做一个连结 大家学习的时候 会入脑很多 所以我就决定拍这段影片 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我的频道 都知道 我是很少拍这类型的影片 我多数都是 比较正经的坐在那里说 一二三四五点 大家跟着这些步骤 学习就会有效 我就比较少用一些 时事业话 或者一些剧集里面的字 跟大家一起分析 怎么去学英文 大家欢迎留言告诉我 喜不喜欢这类型的主题 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么闯着 扮演出来 多不多人看 这是一个试验 真的很希望对大家有用 最后也很沉气说一句 其实我这个频道 主要是分享 DSE和IOS的读书心得 考试技巧 有时候都会分享 英文方面的小知识 或者坐在那里和大家聊天 如果不想错过我之后 分享的精彩内容 就记住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钟 那我一出新片 你就会收到新的通知了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就记住给个like我 还有可以share出去给身边的朋友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对于 Youtube的点击率有帮助 其实Youtube后面的algorithm 我已经不太摸得清了 总之大家多like 留多点言 就可以推送出去 给更多有需要的观众 我都很希望这段影片 是帮到更多人的 还有大家如果未追踪我的Instagram 就记住去追踪 虽然名字是melodytmhkdsc 但其实我不是只说dsc 很多时候有些英文小知识 我都会在那里分享 大家记住去追踪 我也不太长期 下次有机会再拍片 跟大家分享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我好